2021年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 11月16日将在武汉起目 一年一度的华创会 武汉兰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小荣都不曾缺席 今年依旧会如期赴约 孙小荣称武汉见证了自己的创业成长 这其中的每一步都与华创会紧密相关 向更多海外华侨华人分享中国的创业机遇是自己的责任 我认为我可以向大家解释或者是分享 我们在武汉在湖北创业的一些失败也好成功的一些经验 某种意义上是对我们华创会的一种回报 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和大家分享 让更多的人在中国创业成功 孙小荣表示 华创会一直致力于为归国华侨华人提供便利高效的资源渠道 是华侨华人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 捕捉中国发展机遇的窗口 他们是真正的一个服务机构 所以对海外华人回来讲 因为他们对国外相对比较了解 而且对这些创业的人 从国外回来的人的思想状况 他们也熟悉 所以他们作为政府的这种纽带 然后联系海外和这种国内的政府机关 对这些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他看来 武汉创业成长的每一步都留下华创会的印记 2017年他带着全球首台人工智能移动 宫颈癌取材车亮相华创会 2018年华创会上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 与蓝丁共建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项目接牌 如今公司AI加云诊断 肿瘤诊断技术已在全国600多家大型医院 3000余家基层医院得到应用并走出国门 今年5G加AI赋能现代细胞病理诊断成果 将在华创会上展示 华创会开会的过程中 跟不同的人打交道中 反思自己走到哪一步 然后该做什么 该做什么选择 走哪条路 我认为包括跟政府打交道 慢慢的平台的对接上 用不同的资源 最后怎么提高自己 在这件事情上 我认为是应该说是一种收获 从美国硅谷到中国光谷 从华创会的参与者到组织者 湖北省侨商协会会长 韦鹏集团董事长玉鹏表示 今年华创会上 会尽力吸引一批华侨华人回国创业 而创业地的首选是湖北 湖北省的中部崛起的政策 以及光谷东湖高清的自己的一些政策 包括我们做科技员 科技员本身含有些政策 这优质政策叠加起来 应该现在比沿海地区 那要好很多 所以这么点政策优势很明显 区位优势那就大家都知道武汉市 是米字形的中间 区位优势 教育背景的这种优势 持续的这个教育资源 持续的人才 高达人才 作为武汉首批招财大使 光谷招商大使 多年来 玉鹏致力团结海内外乔商 引进海外企业落户湖北 为助力湖北役后办好华创会 他多次带领团队 前往广东 上海 福建等地 邀请有影响力的华侨华人参会 分享在中国的创业故事 玉鹏表示 希望把华创会品牌 打造成百年老店 为华侨华人回国创业 做出贡献 因为我深知道 我十年前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回到中国 得到企业得到不太的状态 我相信这个平台 这是有需求的 这是有市场需求的 所以我相信将来很多年轻人 海外的华人华侨 回到中国都希望有这样一个平台 所以我是努力的把这个平台做好 一定会为很多华人华侨 为回国创期创业 能够做出贡献 自2001年首次创办以来 华创会二十载凝聚乔星乔丽 实现集群辐射全效应 据统计 历届华创会共邀请来自 10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侨华人 专业人士 乔商等代表2万余人次参会 主会场签约引进项目 2500多个